八只爪子的生活 作者 中鱼俊 尼可乔 超图 马涅轩 你好 我的名字是田剑 我是一只沙磨鱼犬 我已经四个月大了 最近 我被以前的主人抛弃了 他把我丢在垃圾堆旁 这让我很沮丧 上租三早上 收养机构的一名逆光 折旧了我 我挺喜欢那里 但仍想要一个真正的家 第二天 我和机构里的其他狗玩得很开心 他们都很友善 我们玩了抓人游戏 还咬了一位秘工掉在地上的毛巾 突然 一名秘工把我抱起来 带我上出 我一片混乱 还没来得及对车里其他人飞掉 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 我醒来后 发现有两双眼睛在看着我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会伤害我 但是穿着红色天蓝绒裙子的女人 开始抚摸安慰我 她的身旁有一个看起来五岁左右 看着粉红裙子的小女孩 她抱着一团想要逃走的灰色毛球 这团毛球又小又可爱 她好像是一只猫 我很想跟她交朋友 所以我像对其他狗一样 闻她的尾巴 但是她每次都没有来闻我的尾巴 反而躲在植物或穿原后面 有时候她还会对我喝气 表示不难 虽然感到害怕 但我知道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已经在这个家住了两天 我还是很想跟小猫交朋友 尽管我已经表现得很友善 但她还是只会躲看不 我对我呲牙尖叫 幸好我跟我的主人们成为了朋友 但是我始终没有机会跟小猫做朋友 今天早上我一边吃早餐 一边想着跟小猫交朋友的事情 我开始想 小猫是不是讨厌我 或者她只是害怕我 吃完早餐后 主人让我出去玩耍 我决定去后院走一走 放松一下 花园里很安静 我可以听见小鸟们在聊天的声音 散步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一个小影子 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我听见从树顶传来喵的一声 我往上一看 就看见小猫都抓着一根树枝挂在树上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小猫就从树枝掉了下来 我立刻往前里冲想去救她 我转过头 就看见小猫趴在我的背上 我担心小猫会对我刺牙 所以我把它放了下来 然后跑回家中 上楼梯 躺回小落的小骨床上 忽然我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说 我 而只是想说声四血 我往上看见小猫 没关系 我的名字是甜甜 你呢 小猫说 我的名字是小鑫 当我听到小鑫这个名字时 某种正能量重新地升起 我现在知道小鑫的名字了 这是我生命最美妙的事情 我不再感到孤单 和小鑫成为朋友后 我体力到外面去看 和小鑫成为朋友后 我体力到外面去看美丽的日落 第二天 我和小鑫一起玩捉迷藏 因为我的尾巴太明显了 我经常说 所以我们决定玩抓人游戏 此后 我们经常在主人外出的时候玩耍 这 就是我而小鑫成为好朋友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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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